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李云霄淡淡地说道 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机会有的是 还是先把陈老爷子身上的寒毒化解了再说 李纯阳神色黯然下来 手里捏着孙政宗留下的荣荣丹小瓶子 难过地说道 孙政宗三阶数联师都没有办法 我们还能怎么办 四阶军级数联师 根本不是我们这个层次能够接触得到的 更别谈请来了 李云霄绕着木桶走了一圈 淡淡地说道 这种寒毒要想完全驱除的话 确实有些困难 除非我能够拥有三阶数联师的魂力 才能够炼制出相应的药剂 但如果仅仅是压制下去的话 以我现在的程度也就足够了 他的话音不高 却犹如惊磊 在李纯阳双耳边乍响 震得脑子一阵嗡鸣 你 你说什么 小子 你说什么 李春阳激动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不可置信道 你可别吹牛糊弄我 李云霄正色道 要驱除这种极致寒毒 孙政宗的思路是对的 丹药再配合老爷子的五王真器 但是他的见识太浅 药不对口 而老爷子的真器也有问题 必须要治阳治刚之力才行 治阳治刚之力 李春阳焦急道 整个天水国就萧统领 钟离山 还有我是五王进的强者 没有一个走的是治阳治刚的路子 你让我去哪里找一个治阳治刚的五王 李云霄微微笑道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人选 就不知道他是否肯帮忙了 李春阳脱口就问道 是谁 无论是谁 只要在天水国 他马上就去抓人来 李云霄笑道 郑国神尉四队的统领骆云长 虽然实力欠缺一些 但他修炼的的确是治阳治刚的真器 原先他还一直诧异骆云长如何会修炼这种男子的真法 后来知道了他是神肖宫的弟子 顿时明白了过来 神肖宫有一门治阳治刚的无上秘法 必须要九阳真屈的女儿身才能够修炼 但女子出现九阳之身的几率几乎是万中无一 所以神肖宫数万年来修炼此法之人寥寥无几 但每一个修炼了此法的人 无一不是成就巅峰五地 叱咤天下 李传阳愣了一下 这才说道 这个小妮子的确是治阳治刚的真器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练的 云霄 你没骗我 真的能压制大生身上的寒毒 那我现在就去把那妮子给抓回来 李云霄道 先不急 我要着手炼制一些压制寒毒的丹药 不过药材 李传阳直接扔出了一把钥匙给他 立即说道 这是我李家密库的钥匙 我一直守在身边 除了被孙正宗敲诈了大半外 剩下的都在里面了 你看够不够 还缺什么 我立即去找 他听说陈大生有救 立即兴致高涨 李云霄就算是要星星月亮 他也会想办法给弄下来 李云霄眼中一亮 虽然他没有进过李家的密库 但身为天水国如此有权势的世家 好东西定然不少 他现在最缺的就是增强修炼速度的各种资源 等我消息 他扔下这句话后便离开了地下室 外头已经聚集了不少李家这人 都在纷纷议论 叹息不已 显然是对现在的情况有些手足无措 没有一个能够站出来做主的 一见到李云霄出现了 顿时各个喜出望外迎了过来 李云霄直接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朝李白峰说道 四叔 带我去家族的密库 密库啊 李白峰吃了一惊 那里可是家族的重地 而且要是 他瞬间将话卡在了喉咙 瞪大眼睛看着李云霄手中的一面金色小牌 大喜道 你 你见过老爷子了 老爷子 他没事 李云霄微微点了点头 取出一串钥匙 抛了几下 别问太多 带我去密库 这也是老爷子交代的 好 好 李白峰激动得有些颤抖起来 似乎一下子就找回了主星谷 急忙带着李云霄去密库 李云霄看得暗暗叹息不已 李家这些族人平日里太养尊处优 缺少磨练了 一旦老爷子消失 果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主事 看来父亲被长期调配在外 恐怕也是勤政有意为之了 密库被两扇巨大的铜门锁住 铜门上镶嵌了18枚上品原石 不断地有元气溢出 灌入到大门上 一道道的彩色线条在刻画的铜门两侧 竟然是个守护阵法 朱雀神火阵 李云霄吃了一惊 满眼不可置信地用手在铜门上摸索起来 那彩色线条果然隐隐勾掠出一个火鸟的图案 一道道的元气在铜门上流转 微微有种烫手的感觉 李白峰惊愕道 云霄 你认得这阵法 怎么可能啊 老爷子可是请过许多高人来看过 都没有人认得出来 李云霄仔细看了一下四周 这密库是衣衫而建 四周都是坚固的金刚岩石 他问道 这密库有多久年月了 李白峰摇了摇头 这个就不清楚了 但是听以前的长辈说过 这密库似乎在李家立业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并非是我们李家建立起来的 李云霄这才微微点头 排除了心中的疑惑 这朱雀神火阵可是九级阵法 而且失传已久 大陆上流传的一些版本都有所残缺 若是李家仙人有如此能力布下这个阵法 那一定是风云天舞大陆的超级势力 而绝不会窝居在区区的天水国 他取出钥匙 是一块同样古铜色的兽型配件 轻轻放入门上的孔内 顿时一道元气从上品原石中流传出来 绕着门上的线条流走了一圈 两扇门这才轰隆隆地打开 李云霄用神识微微感受着那门上的阵法之力 已经是异常的微弱了 证明至少存在了上万年之久 怕是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两扇门打开后 一个长长的狭盗出现在眼前 直接通向地底 狭盗的两旁每隔三米就有一盏油灯 里面盛放的竟然是一个个的夜明珠 李白峰说道 密库从来都是家族境地 没有组长大人的许可是不可以进去的 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李云霄微微点头 便沿着狭盗往下走去 路并不长 很快就来到一处洞天之内 里面摆满了各种箱子和架子 堆积着大量的各种材料和成堆的原石 李云霄双目中爆射出一道金芒 骇然地四下仔细看了起来 他的目光并没有落在那些资源上 却是打量起这个洞服本身 眼中的震惊之色越来越深 这 他强行忍住内心的震撼 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竟然是一方戒子空间 如此大的戒子空间 定然是依托某件神器而存在的 难怪门口竟然会有朱雀神火镇守护 他压制住激动的心情 急忙在洞内探究起来 嘴里不断地喃喃念叨 在哪啊 这戒子空间的依托究竟在哪里 他的神石最大限度地辐射开来 在洞府内搜寻 突然目光落在了那些堆积箱子的一个角落里 海量的原石和各种城窗珍宝的箱子被他当垃圾式地扔了出去 很快角落里出现了一块黑色长形的杯牌 静静地树立在那儿 杯上的蚊子在岁月的侵蚀之下已经难以辨认 杯壳的材料也磨损得厉害 净显沧桑之意 李云霄双目微宁 他的瞳孔骤然弯成妖异的月牙形 那杯纹的形态在牟子当中竟然不断地扭曲变化起来 这是李云霄修炼的一项极其厉害的铜术 是依靠强大的灵魂之力才能够施展出来的 他现在不过是一阶数炼师的魂力 施展起来极其好神 并且效果甚微 但那古朴常碑的影像 却是在他的双瞳之中开始渐渐地清晰起来 与此同时 那杯牌的实体似乎受到某种感应 突然散发出微微的光芒 李云霄瞳孔皱缩 一股极强的反噬之力 沿着他的双瞳直接侵入石海之中 灼烧灵魂 他捂着双眼惨叫了一声 整个人的身体更是凌空翻飞了出去 狠狠地摔在地上 喷出一口鲜血 李云霄爬了起来 微微睁开双眼 竟然满是血水 从双瞳当中流了出来 他不禁反而大喜地狂笑起来 竟然还蕴含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小心翼翼地朝着那杯牌走去 双手不断地变化法觉 最终食指组成一个奇怪的形状 一圈圈的微弱蓝色光芒 从双手当中散发出来 他大喝一声 如梦如幻 净花水月 手中的蓝色光芒 犹如一面水晶 在他手中脱落出来 哗啦一声 落在那青石风华的石碑上 蓝色的水光 所过之处 那杯身开始发生起变化来 就如同喜炼过一般 岁月的痕迹瞬间消失一空 一块崭新的石碑 骤然立在大地之上 呈现出通透的玉色 上面流光溢彩 不断地灵气飞舞起来 几个烫金的大字 从上到下逐一闪过 李云霄瞳孔骤然收缩 骇然失声道 戒神碑 玉碑上三个烫金大字 戒神碑闪烁不停 光芒刺目 李云霄一双血色双眸 再次流出浓浓的鲜红血液 他痛得呲牙咧嘴 再次闭上双目来 再次闭上双目来 再次闭上双目来